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秒不忍心快进 每一集都有看点和惊喜 由网友评论道 这部剧真的太好看了 每一集都有笑点和泪点 男女主角的感情也很甜蜜 真是一部治愈系的好剧 《三大功臣》 南风之我意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和关注 离不开三位主演的出色表现 诚意 张雨昕 李欣泽分别扮演了傅云生 朱舅和陈乐三个角色 为剧集增添了不少亮点 诚意版霸总 诚意在剧中饰演了傲娇但不油腻的霸总傅云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的眼神和表情都能很好地传达出角色的内心变化 无论是对朱舅的暗恋 对家族的压力 还是对自己的迷茫 都能让人感同身受 她的声音也很有特色 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调整语气和节奏 让台词更加生动有力 她和张雨昕之间的化学反应也很强烈 两人在屏幕上展现出了非常般配的恋爱氛围 张雨昕版医生 张雨昕在剧中饰演了坚韧又温暖的医生朱舅 为角色赋予了生动的特质 她的演技也很自然流畅 能够把握住角色的性格和情绪 她在剧中经历了父母的牺牲 吴国界医生的艰辛 傅云生的暗恋等多重考验 但她始终保持住善良正义和乐观积极的态度 让人敬佩 她也有助喜居感 在一些轻松幽默的场景中展现出了可爱的一面 让人忍俊不禁 李新泽版成了 李新泽在剧中扮演了阳光大男孩成了 是傅云生的下属和朋友 也是诸旧的追求者 她的角色虽然是男三号 但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绿叶 而是一个有趣的角色 给剧集增加了笑点和活力 她的演技也很自然有趣 能够把握住角色的性格和情绪 与其他演员的合作也很默契 她和诚意 张雨昕都是琉璃的老搭档 延续了之前的成功 南风之我意被认为是真正的黑马 因为之前没有太多期望 但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该剧原作是2020年前完成的 因此在人物设定和剧情方面 有一些经典元素 比如霸总暗恋 一生救人等 但是该剧并没有完全照搬原著 而是根据现代社会和观众口味 进行了改变和创新 让剧集更加贴近时代和现实 也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和情感 该剧也没有使用阴间滤镜 而是保持了自然和真实的画面效果 让人物脸上甚至能看到细微的毛孔 让观众感受到了更多的真实感和代入感 南风之我意的出品方库场 在现代言情剧领域取得了成功 6月和9月分别有两部受欢迎的作品 偷偷藏不住和南风之我意 这两部剧都以情心温满的风格吸引了观众 也展现了库场对现代言情剧题材和风格的掌控能力 库场也注重对演员的培养和选择 能够找到合适的演员来诠释角色 让观众看到了不同的风采 总的来说 南风之我意在首播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成功 三位主演的出色表现以及剧情吸引力 都为其口碑大爆做出了贡献 该剧不仅有助美丽的风景和动人的故事 还有助深刻的主题和寓意 让观众在欣赏剧集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和希望 该剧值得一看 也值得期待后续的发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